Labs 2.0可以說得上是自本製己以來 環球稅務格局上一個最大的變化 繼去年12月 發佈了全球最低稅立法範本之後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在今年的3月中 亦都發佈了相關的注釋和事例 為該範本的蟬色和應用 提供了全面的指引 長達200多頁的注釋 說明了該範本的複雜性 以及全球大型跨國集團和稅務機關 需要在明年1月1日起 實施這個規則的挑戰性 雖然注釋釐清了立法範本中的一些問題 例如集團對未實現的重股收益或損失 所作出的選擇將持續有效 直至該集團主動撤銷這個選擇 但仍然有其他範疇需要作進一步的說明 例如主席中指出 於稍後公布的實施框架 將考慮對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的項目 在過度年度和後續年度的計算和處理 作進一步的指引 至於全球最低稅率的實施時間表 香港特區政府在2022、23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 計劃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全球最低稅率的立法草案 同時考慮在2024、25年度起 引入15%的當地最低稅負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 歐盟已經提議將全球最低稅率的實施 推遲到2023年底 但歐盟各國尚未就此提議達成共識 雖然在實施全球最低稅率方面 仍存在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但清晰的是 受影響的跨國集團需要清楚了解有關的規則 評估對集團的潛在影響 並且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就需要採取的行動進行溝通 未與籌謀以應對將來持續合規所帶來的挑戰